这条婴儿天真的笑着 可她的母亲却是一脸的惊恐 原来她的身后有一个巨大的怪物 正在慢慢地迅速走来 直见一个相当脚就踩烂了婴儿车 伤心的女人伤心极了 然而她却什么也做不了 直见肌肉怪伸出细嫩的小手 直接将女人锤翻在地 赶快点赞加关注评论区狗头保护 姐弟俩趁机跑到了老六几人身边 肌肉怪转过身额狠狠地盯着他们 就在几人商量如何跑路的时候 一个身影突然扑到了肌肉怪的身上 正是刚刚被锤翻在地的女人 原来她也发生了变异 静香和小帅刚想冲上去帮忙 结果下一秒女人再一次被锤翻在地 小帅让他们赶紧带孩子跑路 自己来对付这个怪物 接着二话不说就以800码的速度 把怪物引向了另外一个方向 结果跑了200多公里 突然发现前面没路了 小帅立马握紧了祖传的西瓜刀 准备和怪物大战300回合 就在肌肉怪冲上来的时候 小帅一个侧身躲了过去 然而肌肉怪却杀不住车 从88层楼直接摔了下去 小帅这个插妆的那是相当的完美 不要钱的666直接送给她 另一边静香正准备叫上女人一起跑路 结果女人瞬间露出了几十年没剪指甲的爪子 大大的吓了静香一小跳 只见女人的两个眼珠子黑得像眼睛一样 让人奇怪的是 此时的女人还在关心刚刚的姐弟俩 接着她眼中的黑色也慢慢地退去 得知女人并没有完全失去理智 静香带着她一起躲进了隔壁大一家里 原来就在刚刚 老六刚把两个孩子救出来 就发现自己的鼻血开始成蹲成蹲地往外里 于是她赶紧关上肛门让孩子快跑 就在这时鸡肉怪一脚踹开肛门 眼看着就要抓到姐弟俩的时候 还没失去理智的老六死死抱住了鸡肉怪的大脑 姐弟俩才成功逃过一劫 生气的鸡肉怪有些生气 直接一脚把老六踹进了墙里 好在听到动静的小帅及时赶到 才成功把差点变成肉饼的老六救了出来 老六恳求他们赶快救回姐弟俩 然而这时姐弟俩遇到了另一个可怕的怪物 姐弟俩刚准备上楼却突然停了下来 原来是弟弟的尿不湿已经被吓湿了 就在他们准备继续上楼的时候 一只可怕的怪物挡住了他们的去路 居然是那只听力极好的五眼怪 智商在线的姐姐赶紧捂住了两人的嘴巴 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眼看着五眼怪就要离开的时候 身后的鸡肉怪又追了上来 听到动静的五眼怪伸出了四十米长的触手就戳了过去 姐弟俩见状有那么快跑那么快地溜了过去 然而面对肌肉发达的肌肉怪 全身排骨的五眼怪根本就不是对手 直接被按在墙上摩擦了两个多小时 肌肉怪像拎蛋仔一样把他拎了起来 二话不说就扔到了楼上 接着他快速追上了跑路的姐弟俩 就在姐弟俩在评论区狂发勾头寻求保护的时候 一个推着婴儿车的女人挡在了肌肉怪的面前 然而看见怪物的女人一点也没慌 姐弟俩以为遇到了一个高手中的高手 结果下一秒 女人就被垂翻在地 听到动静的老六几人也赶了过来 姐弟俩见状赶紧不慌不忙地躲到了几人的身后 就在肌肉怪准备攻击几人的时候 女人直接跳到了她的身上 原来女人也发生了变异 结果再一次被肌肉怪撂倒在地 小帅把肌肉怪引到了窗边 接着一个闪躲肌肉怪就从楼上掉了下去 暂时脱离危险的几人躲到了大一家里 就在他们商量准备到一楼大厅与众人会合的时候 大厅的卷帘门却被人打开了 年轻的大妈趁人不注意 偷偷打开了卷帘门的开关 大妈指着手机告诉众人 自己的女儿正在朝公寓这边跑来 众人拖住大妈死活不让她出去 这时小女孩也出现在众人的视野里 结果飞得太高直接摔了一跤 精神小伙见状奋不顾身地冲了出去 然而刚跑到女孩的面前 就被一只触手刺穿了身体 紧接着 怪物把女孩举到了半空 开始不停地吸食着女孩的血液 这一幕只能用一个字来形容 恐怖 众人赶紧放下卷帘门并推来柜子等住 原来是可怕的长蛇怪再次出现 随着卷帘门缓缓地落下 他们才侥幸逃过一劫 这个字你一定见过 但你不一定打得出来 很快总统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结果说着说着 他就开始疯狂地飙写 接着一声枪声传来 现场一片混乱 我的天啊 竟然连总统都被感染了 懵逼的吃瓜群众瞬间一脸懵逼 所有人瞬间不淡定了 连总统都领了盒饭 自己这些人还有什么希望 然而作为消防员出身的大美并没有放弃 他要到配电间去看看有没有更安全的地方 结果刚走进去 他就被怪物打包成了动物 等待他的将是什么怪物呢 其他人的命运又将如何 不要钱的小心心计的点下 我们下期再见